浩羽 脑户心都来了 对 您说到这个观众啊 对影片中有一些地方不理解 这个同样 还有一点我想到 就是这个结局 这个争议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有的人说 老炮怎么 大家有的是可能想看到 他最后怎么了 一个结局就停在那了 对 这就是我一个 又是一个普通观众的心理 因为他铺垫了很多 在里面 是吧 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有一些恶霸 有一些欺负他的 包括把他娘给弄死的这些人 他去的都一一说 你得来 娘得来 你得来 那意思就是说 我到时候我得告诉你 什么是规矩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不是你们这么弄的 是我们那套规矩那样的 那你看着看着 你说 冯小刚最后肯定叫你这帮 是吧 一顿 那你就等 终于查假了 查假了 小胡键 是吧 这样的 可是你看到最后 这件事没发生 那对于我 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 怎么那场面没有 你得像第一滴雪似的 最后蹦蹦蹦蹦蹦 都给扫了 是吧 这才来把这个工艺给拉扯了 这劲儿提到这儿 然后就没出去 对 这是一个普通观众的心理 其实作为一个作品 不管是文学作品 还是电影 还是其他作品 像我们都讲 传统的就是要有一个缝合的结局 真的有起 最后有落 那这个戏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家想的 就是后面是一个纯开放性的 因为最后还是交代了 他实际上心脏病发作 已经还没有走到 冲到那个黑恶势力面前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倒下了 倒下了 他就说 那其实还是他要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你依靠一个老炮 像贪官无力 像黑恶势力 像现在的这种 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不公的这种 价值观 充斥的 中国的现状 去挥刀 想恢复一种价值 恢复一种秩序 你依靠一个平头老百姓 是做过的 他只能是这样 他难道没有一种语义 一种呼唤在里面吗 没有一个 其实 这最后的这场戏的安排 我觉得还是他的将心所在 就是如果不这样安排 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就像是 所有的人 朋友们也都去了 也都开始抄家伙 但是许晴专门喊了 有我们在那儿 要跟他什么 做 祝威什么 他们几个人是先站在那儿 看到他开始跑 跑了一半的 这一群人才开始纷纷地 跟着追上去 然后那边 那哥们就一直在 对一直在揮手 在挑衅 是不是在挑衅 放马过来 放马过来 挑衅的这个情况 对于 黑恶士兵 对于现在的 可以说是权贵 来讲 他们是觉得 一个平头百姓 来把放马过来 你打我多少苍蝇 拍我多少苍蝇 打我多少老虎 其实没用 你指望了一个平头百姓 去干的事 是没用的 那他也只能是在那儿 倒下 嗯 倒下 作者的呼唤 嗯 才来的 这个发声才算是完成了 嗯 你让他真正打打杀杀 你想如果他没有铺 他有个心脏病 到那儿之后 他真是真是去拼 嗯 嗯 那种场面 是大家就像你说的 就是都能想象到的一个结尾 嗯 这个结尾 这个结尾很有力量 嗯 我觉得很好 嗯 他也不是说是一个开放式的 省六号 我觉得不是 实际上也是一个 非常缝合的 就是他缝合的不是你想要的 对 你想看一个那样的 我们可能是用帮会片的那个结局 来期待这个老炮的结局 就是最后迪龙又又又又 死鱼翻身了 要邦邦邦啊 对对对对 是吧 但是这个呢 他像魏导说的这个 可能就是更加悲剧化一点 就让你觉得好像 现在这些老炮其实是软弱无力的 对社会这种现象 他是就是也只能做到这样的 他有他的这个江湖意气 嗯 但是这个时代变化的太快了 嗯 他在这种去变 这个是这个世道已经不按他原来的 那个那个那个规矩 那个那个去去行事了 嗯 他图有这样的正义感 正义心 他说了啊 我们虽然是小老百姓 嗯 但是有些事 我们该管的还得管 可是现实呢 其实是不让他具备这样的 所以他他呼唤了一些人 就是说我觉得现实 有很多人也是像他一样 心里也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对的 或者说就是那个不合服规矩的 但是呢 很多人趋于其他的情况 就是生活所逼 或者怎么不能够像他那样 最后就是拼了 对不对 我明知我 我不能跟你们这些势力斗 可是呢 我不低头 我还要把当年的这个 我的勇气拿回来 跟你们来拼 他可能表达着这种寓意 就是更加 就像魏导说的是 比那个打起来可能更加有 删重性 对 魏导这样一讲书 我就 我开始我的理解就是开放性的这个一个结局 就让大家心里面自己的剪切板 你就自己想了 他最后是怎么样了 是吧 但为了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看似一个开放性结局 但实际上他是有一个隐喻的 就是隐喻了一个无力 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无力 他虽然有这样的心 但是他往往是达不到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的 对 所以有很多人我觉得有一个共鸣 应该说是缝合的 不能做的开放 不是缝合的 还是缝合的解决 就是当他留了点小念想 你去再做一些思维 对 这个挺好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很完整 嗯 结构啊 嗯 影像的处理啊 各个方面啊 包括表演这几个戏骨都在里面啊 嗯 看到管虎他爸 二爷其实不算是管虎他父亲吧 应该是 对 他们说他是管 也是一位老艺术家啊 是吧 那是 那可不就是老艺术家 嗯 对 相当的 嗯 老艺术家 嗯 然后他老婆在那边买煎饼 嗯 像刘花 嗯 刘花也演了我好几不惜 嗯 这个 这这这这些 这些 他们几个都是挺 就是按佛老师说的 他们还是挺精味的 嗯 对对对 除了那个 气情稍微弱了 但是作为人物所造来说 应该是完成的 嗯 嗯 小孩们呢 就没法说 就是如果是我 我我可能会建议 你会 建议 虚晴这个角色和 儿子 儿子的 这个角色 最好还是要找 比较 能够很地道的 被精味的 我觉得就完美了 完美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要跟蒸蒸聊的就是 嗯 其实你不能去说一个老炮或者流氓他就不能有正义感 嗯 其实生活中也不是这样 嗯 对人是很复杂的 生活中本身人就是综合的 是吧 性格就是综合的 嗯 那 往往 这个有 就是有一批 有很多这种犯罪分子 哈哈哈 我说 因为我在金氏双碗 待在很多时间 接受了很多行事 行事犯 嗯 嗯 也都是临时起义 甚至就是他骨子里面的那种这个讲规矩 嗯 讲道义 嗯 较真 对 较劲的那种性格 嗯 导致他临时起义就动了 念头 嗯 嗯 对 并不是说 呃 所有这样的人他就成了 他就是 大块蛋似的 下哪些失控啊 啊 情绪上什么的失控啊 这个是 不能是这样 所以每个人都 实际上都是多面的 嗯 再加上 刚才我说 他这个人物 虽然没有交代 但是我们这些人都知道 83年有一次打招 嗯 几乎是 嗯 很小的事 对 是吧 很小很小的事就被关了无期 甚至有些就直接枪一遍 像我们那时候听说就是偷一军大衣 就判两年 一个军大衣两年 对 那时候就是很严的 这个我身边就有这种事 嗯 因为我的很亲近的亲人 嗯 就是都有在83年都被都被抓进去 嗯 就是这个很小很小的事 就几乎说前代来说就不是什么 对 就是包皮 嗯 就是自己的这个书白哥哥 嗯 嗯 从老改老改老改的这个农场 嗯 逃出来啊 嗯 也不叫逃出来 其实出来之后没有按时回去 哦 对 没有按时回去呢 这个见着自己的兄弟了 嗯 兄弟呢 当时就是跟车卖票的那种啊 常驻车 就拉着他哥哥 嗯 就是到处赚了两天 嗯 就明知道您那就是个偷鸡魔狗的 对对对对 就是去跟现在就是去跟人拉车子的 就天天在这给人运石头运什么 然后出来运完石头了没反时回去 对 想吃点好吃的 然后见着自己拉了 就出去转了 嗯 然后然后就不行 嗯 就这种事很多 你看这些事在当年我父亲 但是他现在也人没了 就当时就跟我们说 你们不能 看不起 现在包庇你书白哥的这个兄弟啊 嗯 因为他做的是对的 他在任何人啊 在任何人身上 你们都可以都有可能这样 对对对 嗯 你不这样做 嗯 反而是不对的 嗯 但是这样做在当时就是犯罪 如果过去那不适合什么 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说 嗯 真的不适合什么 对 就是说实在实际上 他是有一个特定的 所以你不能 所以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人物塑造他很巧 他没有去说他太多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杀人了 出鸡魔狗 没跟你讲 对 可能像我们有可能经历过了 他应该就是83年大抓手 因为他那个儿子八十年来尊了 嗯 他可不就是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老炮这个概念啊 这个这个这个傅老师和这个魏导 我想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现在能把它再广义化一点 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啊 对这个老炮都有这样的一个影评 嗯 他说呢 老炮这样的人物不只是在中国的北京有 在纽约也有 嗯 在洛杉矶也有 在芝加哥还有 嗯 他们就想把这个这个包括管虎在这个解读这个老炮的时候 他说 原刚刚才这个傅老师说他原来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摇滚 我们把吹剑他们圈里的人好像也叫做摇滚老炮 嗯 他实际上说的是一类什么人呢 就是曾经在自己的职场上曾经辉煌过 但是现在呢有点这个英雄迟暮 这个江河日夏 然后自己那套老理的那套这个观点啊 规矩啊 自己以为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法则非常熟悉了 但是突然间发现 走到这个世界突然间发现他out了 嗯 他已经不在这个这个世界不按他这个规则来了 就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面 嗯 他就是去那个车库跟小飞他们去交换他的儿子的时候 嗯 他说我给你2000块钱 嗯 结果这帮孩子们 就所以管虎我觉得这点设计的是不是也很精彪 他给这个冯小刚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对手对抗 嗯 然后这个吴亦凡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段子的一个网络用语啊 就是说啊 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新旧的这样的一种冲突 嗯 那么魏导还有这个傅老师 我想您都是在这个60后这个出这个这个出生的这样的人 是不是看这部影片除除却对这个老炮狭义的这种感受之外 也会比如在各个的个人的行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 其实来到美国嗯 这几年应该说跟中国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嗯 所以美国也有很多 呃 所谓的老炮 对吧 因为您看我们有时候在高速路上开车会碰到很多那个哈雷嗯 啊开了一群这个 嗯 头发 胡子 飘着 然后后面还带着这个 呃 老蜜 嗯 人家老蜜 是 长发飘飘 然后抽着大雪茄子 嗯 雪茄茵 在 在那个 嗯 一群啊 一群的那个摩托队 嗯 过去 然后他们 呃 他们实际上也是保留了一些老的价值观 他们觉得很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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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类 还有就是人家会经常在在这个停车场突然就碰到一个跨车一出来还穿着那个像那个鸡布牛仔一样戴着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帽 牛仔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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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那种状态 嗯 嗯 有一批这样戴了一堆这个这个七星乖广的戒 嗯 嗯 老老头 嗯 嗯 这类人 我觉得就是能够保持在传统价值观里面的这一批 嗯 我觉得都有老套的情怀在在里面 对对对对 刚刚很固执的 嗯 人家去一些老外家庭里面,很多家庭在用早期的彩色电视机,管的,他还不愿意扔,他还很喜欢看那个电视,像我们这些社区开发商开发的时候,你去订新房的时候,他就问你是要新式的壁炉,打气的,盖死的,还是要老的,我还都不理解什么样的,都还真有人, 定的还是商务的,他都面与你一样,情调是一样,好像还是研习了过去一些生活方式啊,观念啊,是吧,我觉得这一类都属于老炮群的,您觉得您是属于老炮吗,我属于愤青,一直没有人,一直都有祸的,40岁以后还是很有祸,不是不祸, 那当然也是坚持了很多传统的一些观念啊,包括在艺术创作上吧,就是说其他还是坚持一些传统的一些老理,嗯,对对对 老的一些章节啊,起程转合啊,呀,啊,要这个,颜值要有物啊,呃, ¿五鸟逅乐?嗯,就是你的,不能去这个,无病声音啊,嗯,你自己不感动没有,没有感受,没有感动的事情,呃,是没法去捧的,嗯,对不对 但是电影行业其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行业 这里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味道 你看近几年票房非常高的 甚至都是这一二十个亿的这样的一些电影 有一些粉丝电影 就在为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看来 其实是言之不误的 不知道在拍什么 然后票房是蹭蹭蹭的往上升 那您对这个的看法 您有没有再看到这些后起之秀 或者他原来就不是一个搞导演 不是艺术出身 他就是一作家 他就是一什么主持人之类的 那您看到这个电影行业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您有没有一种老炮的一种 哎不行 你这个拍的不对 这不好 这不是艺术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怀 刚开始他就觉得接受不了 现在也无所谓 其实老炮这部电影 何尝不是在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 六爷问他儿子 你到底想干嘛 他就是说自己好玩 嗯 你的好玩不能把别人不好 那跟我就没关系 这是目前国内吧 当然也不纯粹是国内 其实艺术创作他就是 就这个人类 走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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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背景下 肯定都是各有各的套路 嗯 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跟两位探讨就是 就是千万不要以权贵论英讯 嗯 嗯 他票房高 嗯 他就是艺术就好 嗯 或者他就牛 嗯 这个不一定 你特别是那些 有些有些拍了电影之后 确实票房很高的 嗯 那些 所谓的创作者 嗯 他也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票房高 他就真觉得自己是艺术家 嗯 这是两码事 对对对 这个跟你这个电影究竟好不好 我觉得不能成正 对对对 这个不是那些事 电影还是一个艺术作品 就我衡量他的指标 你说这个商业价值 嗯 可以算是一方面 那这个我觉得哈 有这种情况 嗯 因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嗯 现在这个时代呢 你不能跟好莱坞比 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现在的消费能力跟美国一样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他现在呢 两批人 你看好莱坞的作品是什么样 你看中国作品 同样说十几亿 或者怎么样哈 同样非常火爆这个东西 但是呢 在中国来看的那些作品你说 哎呦这也能说十几亿怎么样了 这个呢就不能完全用艺术 或者这个水平来说 他市场需要在这儿 这十几亿人需要被娱乐 你不管怎么样 大家得出来看个电影 是吧 那这个呢就不能特别严谨的来说 那相反来说呢 我觉得呢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 你看有十几亿很很无厘头的电影 但是老炮好的还是有人接受 就说明你拍好的是会被认同的 但是不代表就是说 那个坏的或者是不够水平的 不卖座 人家这样也能卖座 他现在是一个特殊的特别一个 市场 一个市场现在 因为实在是空白了好多年 一下这么需求这么大 这个就接受的这个太容易接受了 等你真成熟了以后 很大竞争了以后 我相信非常好的作品会出来 否则的话你生存不了 但现在就没办法 就这个情况 就是好的影片 最终还是能获得大家的这个一致的认可 包括国外的有一些 有一些电影 经久不衰的一些一些影片 当时他们的票房 也不见得是非常高的 但是像有就是我们电影史上 能隶数起来的几个片子啊 他不见得在当时来讲 他的票房就是非常 你比如人口情侣两 在当时的票房就不见得是非常高 投资也是非常小的 但是他却就是好像是永远流到人的心中 所以说这个电影中期来讲 它还是一个 它是一个艺术作品 就你不能单纯的用这个商业价值 来去说这个是好的 或者那个是不好的 而且这个傅老师 我据我所知 您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您近几年是看我们这个国产的电影 您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觉得有很多是浪费时间 说老实话 但是我又明白呢 因为大家是需要被娱乐的 所以这些东西能够火爆 我经常被别人介绍说 这个怎么样了 那个怎么怎么样了 可是看了以后呢 你又觉得 哎呀 就是还差很远 如果对国际的水平来比的话呢 是差很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儿 接触到每一剧 美国电影 你每天都看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个东西 那国内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呢 它也在往那边努力 但是呢 可能呢 它很多东西都不具备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 你在美国好莱坞 一个电影 一个非常小的角色 演的非常到位 让你镜像非常深刻 这个人就出现一个镜头就完了 但是非常到位 可是你看国内的呢 就是很凑合了 就是这些 而且呢 就是可能这个人的对白跟着没想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 现在国内就是 他还没有成熟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说 导演自己全部包了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咱们要改善的一个地方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好莱坞的大片 你看大多数都是有编剧的 而且不是一个编剧的 非常强的一个班子出来的 我们这个导演都18班武器 都样样接通才行 又对 但是还有 就又说回头了 他这样可以 什么可以 市场说可以 对吧 你看我自己编制到 他最后卖了好几期 怎么样 我这编剧是有矛盾的地方 就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呢 老魂这个电影 我还有一点 就比较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那个 能够接受的那些 就是说 我觉得有穿越的感觉 我觉得呢 六爷回到了胡同以后呢 马上给我带回到80年代 70年代 胡同那个感觉啊 那种那个卖那些摊啊 练摊啊 鸟啊什么那种感觉啊 但是呼 他去到2016的这个高速公路飞车 唰唰唰唰唰走 我觉得这两个呢 不同时存在 对吧 我觉得六爷那可能是早 早十年拍的电视 可能还有 现在你看我经常说 我说别再拆胡同了 别保留文化 这些东西要保留 什么这些可惜什么的 有人跟我说 你也别担心 也别伤心了 想拆都没有了 没了 是吧 那你说现在 也是这个现实的事 六爷他们这个管虎 拍的这个电影 场景是搭的 对 你要说倒退20年 你要倒退20年的话来说 这个到处都是这种 这种胡同 对吧 那所以这个还要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实际上这两个人 并不同时存在 那也就是说 有时候这些人问 还有六爷吗 还有老炮吗 这个 对 是吧 我相信可能真是不多 因为没有土壤嘛 都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对吧 这道您对此的看法 我觉得他 他是不是说 这个 他是有点刻意的 把这个两个 很不同风格的这个时代感 融入到一部影片当中 然后大家感受到这种 这种新旧秩序的这种 这么一种对抗 我觉得这个 倒是说到这也是 我刚才一直在思合这个 就是 在胡同的系里面 元素里面 确实他少了一些 当下的一些设计 虽然他有那个 刚开始有 汽车的温度 外来人 嗯 其实 那个 还有很多登三轮的里面 也是说 胡同的 这个 方言的 嗯 嗯 那如果是胡同里面 在安排一些 就是 外地务工人员在这儿住 嗯 外地人来这儿住 租房子 嗯 有可能会改善 接近一点 嗯 这个感受 因为北京确实是这样 就是老城里面 基本上 外来人住 嗯 老房子 外来人 大部分 现在都在住 这些 所谓的 这个 平民区 嗯 那 老北京 大部分 也都已经搬走 嗯 什么 灰龙外 这个 就是 那些新开发的 那些大的 社区 嗯 如果是 他 在这个上面 稍微有一些 点缀 有可能会好一些 不会有这个 穿越 对对 那风驰电车 在那个四环上 在那儿飞车 这边三轮蹬着 嗯 但是 但是这样会 有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来说 他这个 不算了什么 多大的瑕疵 对对对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 高于生活 对 嗯 因为艺术作品的终极目标 还是塑造一个 典型化的角度 嗯 并且呢 我看到那个 管虎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这么说 说 其实他拍这样的一部老炮 他就是为了留个念想 嗯 让大家对他的哥哥那一辈 对他的父亲 因为现在这个老炮 已经是可能都已经消失了 没有这样的文化了 对对对 那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他也不见得是 对每一个系列的处理 都是别具匠心的 嗯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说 一千个人的心中 有这个一千个 汉姆雷特 可能大家看这个电影 他有不同的解读 嗯 那我觉得正是有这样的一部 就是说 呃 非常 非常贴近人们生活的 并且呢 可以唤起不同的年代 人内心共鸣的 这样的一部影片的呈现 嗯 才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角 有著多的争议 嗯 嗯 实际上就是还是刚才说的 就是作为这次 呃 台湾的啊 金马奖 嗯 给了 冯小刚 最佳 男主角 男主角 影帝 影帝 嗯 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就是你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片子 但是他拍的很完整 嗯 很成熟 你不能说他就是一个非常极致的 就像我刚才说 你不可能和阳光灿烂去比 嗯 那不是一个 嗯 就是那个 不是一个派法 那个是个佛跳墙 你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公报寄丁 你俩怎么去 嗯 就是说这个公报寄丁做得非常好 嗯 非常地道 嗯 但你绝对不能去拿去和一个 嗯 和这个阳光灿烂 这个江文的这个阳光灿烂 嗯 这种 冯跳墙的东西去比 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 对 江文当年他没有考虑任何商业的这些东西 他拍的是想拍一个 他那个时代大院的画了 哎 那不是糊涂的画 大院的画 更不能去和 凯歌的那个霸王别姬啊 张立柔前期的那些对活着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 嗯 两个就都是不一 不是一回事 这是个类型品 嗯 对 类型品里面的现实体制 嗯 做得一定是很不错 嗯 时代也不一样 现在那是阳光灿烂 离现在也二十年了吧 有 哦 嗯 93年 94年 93年 那边 嗯 这个阳光灿烂 嗯 他讲的是好像是大院的那帮 对 孩子们的事啊 那个那个就是说出了有点出了四九成了 所谓 嗯 以前有海军大院空军大院装甲兵大院 嗯 嗯 这些地方我也都去过啊 那那是另外一种生活 嗯 他们说这个大院的这帮所谓的小混 呢 其实他们是很有优越感的 他跟这个老炮老炮其实是被忽略的 嗯 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 就窝在后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破落的一个小店主 呃被大家忽视的这么这么这么一个这么一类人 嗯 这个姜文拍这个阳光灿烂日子的时候 他实际上多少还是有 他是在回忆 他是在缅怀 嗯 人在缅怀的时候多少 就往往是因为这个过去是很值得留恋的 嗯 所以他中间是有这个优越感在这儿的 嗯 不老是您觉得呢 对那个他怀念那是他的青春 嗯 他是他最 不管是美好还是痛苦 还是当时多么的煎熬啊 我这个但是那是他的青春 他回忆的是那个东西 嗯 嗯 优越感当然他们有了 因为这些大院子弟 就是说要比那个四角城里胡同串子的 要生活要优越一些 嗯 但是说老话 当时他们并不太 并不太交往 胡同的人不会到大院里找事儿去 大院人也不会没事串胡同去 你要找菜 对吧 找菜 所以呢 就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嗯 嗯 而且呢以前呢就是活动范围小 不像现在 插一下就通线了什么的 那时候活动范围比起来比较小一点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现在这个 他树立了老炮这个呢 说实在 咱们刚才也说了 嗯 其实也是没什么了 就像当年老舍写了 露的翔子 这么让人这个 激深刻的一个角色 大家谁都知道这个角色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现在看露的翔子 没有 你到哪去啊 你得看电影去 对吧 对 咱们再过几年也是 老婆在哪没有 看电影去 没有嘛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让人可悲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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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现象在这儿 就是这个胡同文化的没落 嗯 所以还是一个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说 希望有智慧的人出现啊 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个文化保留下来 拆就别再拆了 当然我知道没什么可拆的 但是就别再拆了 看有其他什么可以做的 恢复这个这个东西 让它传承下去 嗯 好 最后呢 我们非常感谢啊 今天二位嘉宾 傅老师跟魏党呢 为我们对这个老炮这部电影 从这个文化艺术多个方面啊 进行了深度的解析 呃 至少我作为这个老炮的粉丝啊 这部电影的粉丝 我觉得我对这部电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感受是一样的呢 最后呢 也再次感谢您对我们争论有声这期节目的 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期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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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啊 不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想象到的 也不可以关系 别给自己添麻烦 怎么折大街啊 那一碰折折折了 没人搭理我 会看圈人啊 干什么样的说过这个啊 在这个世界啊 你可把自己在那儿啊 下一个节目 人 一个脖子 不要别别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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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